Radio 要加入夏日女团大战?成员新造型引起了粉丝的注意! 每年的夏季,原本平静的韩国歌谣界就会掀起波兰,成为了大事女团的厮杀战场,今年谁会夺得夏季女王的称号,不少人正拭目以待啊!而现在布莱佩克说是打响了非常成功的一枪呀! 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 而站在人气顶峰的Twice也在日前宣布将带着夏季专辑回归,既上次回归仅过了短短三个月的Twice,竟然要在7月9日回归的消息,让粉丝既期待又害怕自己的胜不保,因为钱包又再度守不住了! XD不过近日的公开的回归预告照,就已经让人感觉到大发的感觉,因缘公开一定会横扫因缘棒啊! XD不止Twice实力女团M5也公告将在7月回归!虽然目前只公开了背影照但是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夏季清凉感了吧!7月的因缘榜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呀! XD而去年夏天因日来的占稳新任夏季女王位置的Radio World,什么时候才会回归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XD不过粉丝都知道Radio World,回归前都会有一个模式,就是会身材和发色都会发生变化,像是去年回归前Gio就以一头红色短发现身机场,而其他成员们的发色也发生变化,身材也变得更加牵手,这种种迹象也让当时的粉丝更加笃定女孩们要回归了! XD而今日出演音乐节目Music方上半年结算的Radio World,成员新造型就引起了许多粉丝的注意啊! XD像是Gio就将头发染成了浅红棕色,整个人的感觉相当明亮啊!而新发色在韩网上受到了不少粉丝的称赞呢! XD不过最让人惊艳的还是XD,不仅将金发染回黑色,更是瞬间暴风瘦身,整个人比上周出席美国扛的时候小了一号!而看到又再度暴瘦的XD,除了让粉丝感到很心疼! XD也渐渐确信Radio World可能会再近期回归!Radio World也要加入夏日女团大战! XD而上周接受美国Billboard的访问时的最后,远迪就提到了今年可能会有夏日Wedio World,而听到竟然剧透的远迪,成员们赶紧补充可能不会!或许我们希望是个秘密! XD不过光是这段就已经让粉丝非常确定贝贝!可能会在夏季回归啦! XD只是回归固然好,但大家还是希望Wedio World不要再瘦下去了啊! XD去年活动的时候就已经让粉丝很心疼了!现在真的很漂亮!千万不要再减肥了! XD